其实我今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我这个演出摇摇动巴的时候 在彩排场 因为我在观众席 那天只有大概100个观众 我觉得他们是怎么 是完全看不懂 还是完全没反应 还是是怎么样 还是两者都是 但是奇怪 他也不站起来走 他也不画手机 他也在看 我说难道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变慢了 或变笨了吗 我真的脑子里在 因为戏是一样的 戏还是更 我修过以后 这个戏还更容易懂 没有任何可以不懂的东西 后来还好 我们副导演 他后来说 他是学生来 18岁的 说哇 怎么那么好看 我说他们只是 只是没说话 没有反应而已 放在手机上表达 但是我确实觉得 这一年 可能大家关了家里面 那就是搞 玩手机 玩游戏 那个叫什么 你看我都 我手机上都没有 那个叫什么 抖音 抖音 对 据我所理解 那就是 一分钟之内就 要有效果 抖音是他们的私人剧场 是 然后接着就赶快找下一个 对 我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下一个更无聊的一分钟 然后那一分钟看完 还要再找下一个更无聊的一分钟来 过日子 那这个日子怎么过 当然后来就证明了 我可能是错的 但是可能有那么一点 就是大家还不太适应一个正规的东西 要不然那个世界很可怕 你担心跟新时代脱节吗 我不担心 但是我认为它会发生的 是不是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 有时候我很难去面对一些现实 就是说 现在的东西就是不如以前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心胸很开放的人 我绝对不会用这种绝对的一些词来说 不像judgmental 绝对不要那么judgmental 绝对不要说这个时代不如那个时代 但是慢慢就觉得 像好比说嘻哈音乐 我很抱歉 我的耳朵听不进去 我一直在说你拿一个真的好的给我 他们说有 有很棒的 有很有深度的 我说给我 我听听看 到现在还没听到 我相信是有 我们讲到一些价值观 好比说愤怒 或者是对社会的批评 或者是对个人的怜悯或什么 我所听到的很多都是 就是极为自私自利粗俗的一些东西 我说 哇 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听的东西 那表示这个社会就是自私自利粗俗 随便骂脏话 没问题 对 骂脏话不是问题 我戏中也很多脏话 但是他也不是骂 他的用法让人觉得有点惊讶 理解 真的 我不太能 我们俩现在像两个过来人在说电轻人坏话 开心 真的 所以 我脱节了 但是 可能没办法 就是这样子 对 我不觉得我有必要 再回去 复合 硬核这些 抖音的世界啊 或者是偶像剧的世界 或什么 我不觉得我需要 我需要做什么 甚至于 都会想说 如果 不用考虑任何 嗯 就所谓的 嗯 观众啊 或者是上剧场啊 或什么 如果不用考虑任何 嗯 然后可以安静的 就 想做什么 做什么 那应该会很有趣 嗯 对 你想做什么 不知道啊 就是 就是 做 可能做出来的戏会很简单 嗯 两三个人 然后 不仅很简单 一张椅子 一张桌子 回到最基本的 就是 一个人 面对观众 嗯 这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透过 表演 把它带 带入一个故事 带入一个 一个生命 嗯 就是这样 哇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很大的转变 就是 嗯 突然发现 呃 如果要排 顺位的话 排名次的话 人生大 还是艺术大 嗯 那一般艺术家觉得艺术大 嗯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一切以艺术为名 我突然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 生活大 生活绝对大过 嗯 是我们观的吧 还是他自己听的 所以停电了 又来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解决 我就知道 这我有时候来这儿就觉得 那个 有点 有点那种 七颗夫的感觉 对 对 在这边常常 写东西 然后 就是琐碎的一些小事情都会发生 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 对 就是 台上 应该跟生活 是一样的 他说过一句话 我们生活中没有每天在杀人或谈恋爱 为什么台上每天都在杀人跟谈恋爱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们在干嘛呢 嗯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吃饭聊天 而且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然后睡觉 所以台上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真的写出来了 他真的写出一个 长得像人生的一种剧场 然后他其实是有他的艺术架构的 他的戏中偶尔会有一些真正很内在很深刻的话 但是他会出现在一些很奇怪的时候 所以我太欣赏了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本来就是这样 然后你不小心你就错过了 第一部我们手上线 就是世界上存在的叫波斯人 他的戏剧形式完全不是后来完整的漂亮的戏剧结构 波斯人最微妙的点 这是我们现存第一部 最早的一部戏剧 居然呢 第一他在讲时事 就是没多久以前 希腊军队啊对于对这个波斯人的侵略打败了这个波斯这个这个船队 而且是有如神柱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 你以为他是在战争的海军队 他不是啊 他是全部在说哪些波斯人在这个战争里面死掉 一连串一大串就这个戏有很长一段呢是戈队在报名字在报哪个将军他是什么家族他是哪里来的他说他死了 根本没有戏剧形式嘛没有故事嘛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张力他就从头到尾就说 一开始已经结束了说他们输了啊他们输了然后就是怎么去哀倒这些死掉的人他他这些是战败的就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一个致敬嗯你什么时候看过这样的东西嗯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第一一个一种一种悲悯的精神的伟大这是我第一个感觉第二哀倒什么人类的处境吧嗯 嗯